我和阿娘被掳为智 阿爹搂着宠鸡 给敌方军侯写了一封信 我们是兄弟 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 任君享用 上一世 阿娘宁死不屈 带我逃回阿爹身边 我以为这一世也会如此 可阿娘却精心装扮 主动进了军后营帐 后来阿爹率军来抢阿娘 阿娘依在军侯怀里 给阿爹写了一封信 妾孕兔的厉害 不能来见兄长了 证文开始 昏黄的豆灯下 阿娘仔细洗了脸 谈好发 在我的记忆里 阿爹在外打仗 和府上下都是他一人操持 每天都很疲惫 阿娘对镜子打量一番 又清了清装睡的我 起身走了出去 我从踏上爬下 悄悄跟在他身后 我以为他要丢下我 提前逃走 毕竟我是个累赘 阿娘很喜欢阿爹的 他一见阿爹就笑 温柔和气 像春日的暖风 上一世如果不是因为背着我 他也不会在逃跑的时候摔伤了脸 被阿爹咽气 阿娘静止走向军中最大的营帐 那里住的是 这只二十万大军的主人 西陵军红沐寻 咦 阿娘怎么来了他这儿 他也是重生的 他明明知道怎么逃出去 帐外的军士将阿娘拦住 阿娘对着帐中人说了几句 军士放了他进去 我悄悄从另一边探到军帐下 我现在才三岁 小小一只 没有人发现我 我从缝隙里向帐中看去 阿娘正跪在沐寻脚下 冬夜苦寒 请让妾伺候军后吧 我愣了一下 阿娘怎么变了 上一世 阿爹让沐寻随意处置阿娘 阿娘当即拔下发簪刺破脖梗 以死向逼 绝不委身他人 可现在 他像阿爹的那些机械一样 在讨好沐寻 沐寻居高临下地看着阿娘 他也生得好看 和阿爹不相上下 我的小姑姑 曾经就很想嫁给他 小姑姑说他清绝俊美 又会领兵打仗 将来或许要统一这天下 可惜我五岁时因风寒而死 不知这天下 最后是归了我阿爹 还是归了沐寻 沐寻推开阿娘 冷笑道 夫人若是觉得寂寞 本侯账下有二十万轻壮 夫人可随意挑选 他和上一世一样 不惜阿娘 他瞧不起阿爹身边所有的人 他还叫我小叫花子 阿娘没有生气 他仰着头 柔软的手斧上沐寻的胸膛 君后甚至嫌弃 我是陪借的女人 其实君后不必戒怀 这为人妇的女子 更会伺候人呢 更何况 君侯得到了妾 也能让天下人笑话陪借不是 所谓伐谋 宫心未尚 沐寻的腿上 小腿轻晃 我好担心 他被沐寻摔在地上 上一世 我们逃出去后 阿娘也这样坐在阿爹腿上 阿爹将阿娘推倒 江渊 你和谁学的这些狐妹子手段 阿爹目不可遏 阿娘笑了笑 夫君不喜欢吗 可我昨夜看见 容姬与夫君也是这般 夫君很是沉醉呢 阿爹冷着脸 你是本侯的正妻 正妻就应有正妻的样子 否则和娼妓有什么两样 阿爹生气地走了 阿娘慢慢地从地上爬起来 她来到我床边 我当时刚感染风寒 她的泪落在我的脸上 好凉好凉 好在这一次 沐寻并未将娘摔下 她问阿娘 你和裴借青梅竹马 却想让天下笑话她 为什么 阿娘附在她耳边 说了一句什么 我听不见 只看见她说完 又咬了一口沐寻的喉 沐寻的眼神 立刻沉了下来 原来 娘是要刺杀她呀 我担心娘打不过 正要钻进去 可下一刻我身体腾空 是手杖的将士发现了我 她将我提回账礼 说不能让我坏了沐寻的好事 我不知道能有什么好事 我担心娘 呜呜哭闹起来 却并没有什么用 娘是第二天清晨才回来的 她披着男子的衣衫 她的衣裙被撕碎了 唇也被咬破了 壮实的匍腹抬来一桶热水 阿娘泡了进去 雪白的身体上好多青青子子 阿娘 你怎么了 我难过地问她 她没有回答 只温柔地问我 阿妍 昨晚睡得好不好 我本想告诉她睡得不好 因为一直担心她 可话到嘴边我又忍住了 我点了点头 孩儿睡得很好 阿娘洗完澡后 拿出阿爹写给沐寻的那封信 我不识字 但两世我都听沐寻的人念过 线上只有几行字 你我是兄弟 我的女人就是你的女人 任君享用 上一世阿娘说沐寻撒谎 说这信件是她伪造的 沐寻将信给了她 她看后脸色苍白起来 线上是阿爹的笔记 还染着一抹胭脂 沐寻的使臣说 阿爹写这封信的时候 怀里搂着一个美人 好不快活 阿娘 别看了 孩儿饿了 我可怜兮兮地说道 这是让她伤心的信 我不想让她再看了 好 娘不看了 她将信放到炭火里 很快就燃成灰烬 整整一月 阿娘都去了沐寻帐中 第二天天亮才回 甚至有时 快到五十才回 我在帐外的雪下 挖冬睡的虫 听见仆妇们在议论阿娘 真正是个狐妹子 她那些伺候男人的手段 娼妓怕是也比不上 不会吧 她可是汝男 姜氏一族的女儿 姜氏可是最重礼仪廉耻的 谁知道呢 前几日军后 还带着她野外纵马 回来时 她一群都拢到了腰上 半分廉耻也没 他们说 沐寻好好一个 清心寡欲的军后 被我阿娘给带坏了 依我看啊 军后也是在利用她 现在估计满天下都知道 陪借的女人 被咱们军侯睡了 他们哈哈大笑着 我团了雪砸到他们身上 他们起身追我 我逃回帐中 阿娘正在煮茶 她擦着我脸上的汗 去了哪里 你们留在这里 被人笑话被人骂 可她的手真温柔啊 我不想让她伤心 没什么 我窝在她怀里 是孩儿看见一只小兔子 追了半天没追上 阿娘笑了起来 你呀 怎么和你爹小时候 她突然不说话了 笑容也慢慢消失 过了一会儿她又说 阿炎多跑跑也好 身体棒棒的 就能平平安安长大 我用力点了点头 好 我也希望 这一事我再也不要染上风寒了 雪晴后 沐寻的军队开始继续南下 一路上势如破竹 桃花开的时候 她打到了汝南 汝南是阿娘的家乡 可我一点也不喜欢这里 上一世阿娘带我逃出去后 就来了汝南 可外祖父母不让她进门 外祖父将阿娘拦在门外 你已被玷污 将家容不下你了 你走吧 阿娘拉着我跪在地上解释 女儿已死相抗 沐寻便没有为难我 只将我关了起来 可没有人相信 阿娘又求他们给些药和银两 她的脸伤得厉害 而且我们娘俩好几天没吃饭了 外祖父也一分也不给 外祖母说 阿渊 你把孩子送人 再寻一条和了结吧 阿娘紧紧抱住我 跌跌撞撞地逃了 生怕慢一分我就会被夺走 周围的人都向她扔石头菜叶 骂她不知廉耻 她又多了一身伤 后来她带着我一路乞讨 才得以回到阿爹身边 此刻外祖父母带着族人 跪在沐寻大军面前 恭敬地奉她为主君 再没了上一世的骨气 原来 鞭子要抽到自己身上 才知道疼啊 阿娘这天没出来见外祖父母 她抱着我待在马车里发证 阿娘 你要去见外祖父母吗 我问她 曾经很多夜里 我听见她在梦中叫爹娘 甚至还会落泪 我想 她还是想着外祖父母的 可阿娘却摇了摇头 不见了 再也不见了 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 感觉到有人坐在榻边 我小心翼翼睁开一点眼睛 看到是沐寻 因为打仗 我和阿娘 已经一两个月没见到她了 阿娘也感觉到她来了 坐起身 君后什么时候来的 沐寻抚摸着她的脸 刚到 她偏开头 君后 阿言还在这 别 沐寻问她 你为什么不去见你父母 阿娘沉默了一会儿说道 不知道要如何相见 沐寻又问 你心里还惦记着陪借 所以你觉得无言已对父母 阿娘回道 不是 沐寻说 最好不是 本侯还在履行与你的约定 若是你为了陪借与本侯耍花样 本侯绝不会倾劳你 阿娘说 绝不会背叛她 她以她的性命起势 沐寻走了 过了一会儿她身边的人 又来请阿娘过去 两个派来照顾我的仆妇小声议论 原以为君后能忍住呢 没想到 还是把她叫过去伺候了 君后怕是上瘾了 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戒掉 能不能戒掉不打紧 不过是个让人玩弄的狐妹子 眼下最紧要的是 要和陪借相遇了 听到他们在议论阿爹 我立刻竖起耳朵 他们说 沐寻下一城是玉川 说阿爹的二十万大军 也在向那里行进 说现在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阿娘尾身沐寻 阿爹肯定不能忍 待阿娘落到阿爹手里 怕是要背上骑行 他们叹息 哎呦 骑行啊 那时候他可要生不如死了 大军在汝南休整了九日 阿娘便去了沐寻房中午夜 清晨阿娘在宝物中回来 然后睡去 仆妇们又聚在院子里碎嘴子 能不累吗 整宿地勾着君后 热水我一夜都要送好几次 不过他也的确生得好 嫩得能掐出水 你们说他怎么就留不住 他夫君的心呢 他们可是青梅竹马的少年夫妻 他们说 因为阿爹写给沐寻的那封信 天下都知道 我娘不被阿爹喜欢 在乎一个人是恨不得 将他揉进骨血里 怎么可能拱手让给别人呢 可阿爹不但把阿娘送了人 还是送给敌人 他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吗 最后他们得出结论 大概有比他更美的吧 勾走了他夫君的心 阿娘这时候睁开了眼 身体微微颤抖 长长的睫毛如风中的叠尺 我打开门 对着仆妇们呲咽咧嘴 把他们都赶走 阿娘起身梳妆 他久久看着镜中的自己 受伤的脸 阿娘你是天下最最好看的 我认真的告诉他 在我心里 无论他没丑 无论他变成什么样 他都是最最好看的娘亲 他回过神 对我温柔的笑 有时候沐寻会来看阿娘 阿娘睡着了不知道 我便站在床边盯着他 他不喜欢我 他说我长了一张和阿爹一样 让人讨厌的脸 我觉得他眼神不好 所有人都说我可爱 我和阿娘乞讨那会儿 可是有人要出十斤买我的 十斤呢 能买两头牛了 沐寻给了我一块糖饼 我咽了咽口水 接了过来 正要吃的时候 阿娘突然醒了 一把将糖饼夺过 怎么 怕本猴害他 沐寻冷笑着说 阿娘说不是 说是我的牙不好 脾胃也不好 不能吃太黏的东西 戴君猴将来有了孩子就明白了 为人父母 总是为孩子操心 沐寻说 是吗 那怎不见裴借操心这孩子 他不是他爹吗 阿娘低着头不说话 手里紧握着那个糖饼 最后还是放到我手里 阿言 你去外院那棵桃树下吃吧 只吃半个 剩下半个明天吃 我不想去 可阿娘催促着 我拿着糖饼走了好一会儿 才到桃树下 不知道阿娘 为什么一定让我来 这么远的地方吃 但我吃了半个糖饼 我见桃花开得极好 便请人帮我舍了一只 最好看的往回走 我想阿娘一定会喜欢的 还没推门进去呢 仆妇就将我抱走 经过窗边的时候 我看见阿娘床上的围杖放下 她一只涂着鲜红豆蔻的手 在帐外紧紧地 抓着垂下的流苏 但很快又被另一只 骨节分明的手捉进帐内 傍晚我才被送了回来 我落在门口的桃花 已经被阿娘拾了回去 插在清玉的花瓶里 阿炎斋的桃花真好看 阿娘很喜欢 她夸我 然后叮嘱我 不要随便吃别人给的东西 就算想吃 也要先告诉她 我用力点了点头 最后她抱住我 我的阿炎啊 一定要平平安安长大呀 沐寻英常和我娘在一起 她的家臣有些担心 她太过沉溺男女之事 也有人觉得 放纵一下也无妨 清心寡欲 是征服不了天下的 更何况这是对我爹的公心计 他们还说 反正这女子 不管是人还是尸身 最后是要还给陪借的 不必在意 阿娘不言不语 只安静坐在窗边 为我逢春日的裙子 阿炎过来试试 她招呼我 我穿着裙子 在她面前转了个圈 我的阿炎真好看 阿娘笑着 满眼都是我 可我总觉得 她眼中带着悲伤 我想她大概是想起了 上一世我的死亡 我是被容姬的孩子 推进湖里染上的风寒 府中的衣冠都去给容姬的孩子治病 阿娘虽是正妻 却请不来任何人 那时候所有人都认定 她被沐寻的人玷污 连阿爹都不愿碰她 她整夜整夜地抱着我 一遍遍地求阿爹 可我还是在一个微光的清晨 在她怀里慢慢变冷 一时的最后 我听到她轻声 为我哼着歌 摸摸小肚子 宝宝不哭闹 捏捏小手小脚 宝宝睡好觉 好多次我想告诉她我活着 可不知为何开口的时候 却发不出声音 我只能抱住她 撒娇地叫她阿娘 六月时 沐寻攻下玉川 阿爹没能到达 他和另一个王侯相遇 打了起来 其实我不想她来 因为她真的很厉害 打仗没输过 我怕沐寻打不过她 虽然我很讨厌沐寻 但是她没让阿娘哭过 阿爹总是让阿娘哭 阿爹也不怎么喜欢我 他喜欢容姬生的儿子 他说整个东吴 都是给容姬儿子的 而我这个女儿 是用来联姻的 沐寻的军队在玉川亭下 加固城墙筹备粮草 准备守株待兔 她的家臣说 我爹就是那只兔子 阿娘让人送来生牛乳 她用牛乳和花草 制作药膏涂抹在身上 养得身体又软又香 仆妇们都说她奢侈 还真把自己 当西陵军后夫人了 阿娘也不理会 她又亲自缝制了一群 是玉川没有的样式 她将自己装扮得 漂漂亮亮的 走到哪里 都让人一不开眼 沐寻宴请玉川世家大户门 阿娘出来现舞 她轻盈地在场中旋转 巧目叛息 乡风阵阵 连蝴蝶都为她停留 最后 她浮在沐寻的怀里 用嘴咬了一杯酒去喂她 沐寻没有喝酒 也没笑 众人愣神的时候 她一把抱起阿娘离了席 这夜之后 阿娘如何狐媚是人的事 被传得越来越广 天油加醋 会声会色 甚至还有民间乐人 在戏台子上演上了 不久后 阿爹打了声仗的消息传来了 九月初 玉川的木芙蓉开得正好 整座城都是一片坟子 阿娘摘了花 准备制成药膏 致我被夏日蚊虫咬后 留下的疤痕 熬煮的时候 她突然呕吐起来 我忙问 娘 你怎么了 阿娘四下瞧了瞧 见没人才小声道 没什么 被烟呛到了 我忙给阿娘端了水 她正喝着 沐寻身边的近视 来请阿娘去前厅 说是阿爹的使臣来了 阿娘点了点头 容我换身衣裳就来 昨日我就听说 阿爹的三十万大军 已经向玉川前来 如今天下一半 已经是陪家的势力 上一世阿娘带我逃回去不久 祖父便自封为王 国号位 次年阿爹被立为太子 容姬为太子两帝 阿娘本应是太子妃的 但她什么封号也没 我离世前 阿爹也没和沐寻交战过 这一世 很多事情已经改变了 阿娘换了一身华贵的衣裳 妆容也明媚 美得胜过沐芙 到了前厅 她走到沐寻身边坐下 沐寻一伸手 她就依到了沐寻怀里 摘了一颗葡萄 喂到沐寻的口中 沐寻将阿娘的手握住 好吃 阿爹派来的使者神色铁青 流言就在他们面前上演 他们恨不得将阿娘千刀万挂 他们让沐寻将阿娘交给他们 否则阿爹的大军 就要濒临城下 我紧张极了 我害怕阿娘真会被他们带走 仆妇们说 阿娘回去肯定会受酷刑 说东吴不比他们犀灵 东吴是急看中女子清白的 女子若是与其他男子有染 会生不得死不能 沐寻问阿娘 你可愿随他们走 阿娘摇了摇头 裴侯说 她的女人就是君侯您的女人 妾心悦君侯 愿一生一世侍奉君侯 沐寻让阿娘给阿爹写一封信 让使臣带回 阿娘写下 妾孕土的厉害 不能来见兄长了 沐寻见了神色凝重 带使臣走后问阿娘 你有孕了 阿娘回他 妾没有怀孕 君侯不是让妾服了婢子药吗 妾这样写 只是为了让裴介更无颜面罢了 沐寻是个谨慎的人 让衣冠为阿娘诊脉 衣冠说 阿娘身体并无异样 可晚上阿娘又吐了 阿娘说是她吃坏了东西 喝点热水就好了 她哄我入睡 说今生今世啊 娘亲有阿言一个就足够了 使臣离开不到三天 阿爹亲代十万大军 到了玉川城下 据说这只是前锋 剩下的二十万也很快就到 阿爹来的这天 阿娘抱着我站在城墙上 我一眼就看到了阿爹 他坐下的骏马最健壮 他头盔上红鹰最耀眼 就有人告诉我 我的阿爹是东吴最俊俏的儿郎 世人都说 东陪界 西木寻 不分宣治 阿爹抬着头和阿娘摇摇相对 阿娘很平静地看着阿爹 以前他不是这样的 我记得乞讨的那段日子里 他总是对我说 再坚持一下 你爹一定也在找我们 那些寒冷的夜 我们窝在别人的柴堆下避风雨 他搂着我 给我讲他小时候见到阿爹的去世 讲他知道要嫁给阿爹时的心动 讲他怀上我时 阿爹高兴地像个孩子 回到侯府后 阿娘天天盼着阿爹来 阿爹却没有来 唯一一次来 还将阿娘推倒在地 初秋的风徐徐地吹 阿娘头上的金布窑轻轻地晃 江渊 过来阿爹冷声道 声音撞在城墙上 不断回响 曾经阿娘最期盼着 期盼阿爹带着千军万马来救他 他会不顾一切地向他奔去 哪怕身后是万箭穿心 现在阿爹来了 阿娘却站到了掳他的人身后 江渊 阿爹怒不可遏 我从未见他这样生气过 就连上一世我不小心打碎了 容姬的最心爱的玉萍 他也没这样吼过 两军交战了 厮杀的天昏地暗 沐寻在前线运筹帷幄 好几天没回府 仆妇们骂阿娘是红颜祸水 多少人因他而丧命 他还有心思煮茶赏花 早说了他是狐狸精转世 要吸购男人的洋气才生甜 我生气地回击 以前没我娘的时候 男人们也在打架呀 根本就不关我阿娘的事 他们面面相去 慢慢不说话了 这场战争 阿爹占了上风 他打退沐寻派出的军队 围了玉川城 沐寻的家臣纷纷让他 把我娘和我还回去 他们以前就说 我娘不论是活的还是尸体 都要还给我爹的 我哭着对娘说不能回去 阿爹不会放过他的 阿娘却不害怕 还说他不会让我有事 我哭得累了 在娘怀里睡着 半夜我醒来的时候 听见娘在外间与沐寻说话 如今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 切会送来军后想要的 也请军后信守诺言 沐寻声音压抑 你为何一定要走 本侯并不拒他 阿娘坚定 妾还有妾的是要做 要亲自去做 他问沐寻 君后可信前世今生 沐寻前世今生 阿娘拉起沐寻的手 手指顺着他的掌纹滑动 以君后掌纹来看 前世的君后太讲君子之意 他说上一世沐寻 因一起错失天下 不得善终 这一世 让他心狠手辣一些 因为自古以来 都是一江功成万古枯 仁慈是做不了 开疆拓土的帝王的 君侯更应快点娶妻 绵延子嗣 若是真有个万一 这大好的山河 也能有人继承 沐寻问他 那你的前世呢 阿娘淡淡回道 妾的前世 不过一个笑话罢了 沐寻说娘故弄玄虚 说他不信这些 说娘回去可能会死 让他考虑清楚 阿娘看着沐寻 君后这么关心妾 莫不是对妾动了心 沐寻挣了证 你我不过一场交易 一场男欢女爱 何来动心 如此便好 阿娘点了点头 妾可不是什么好人 君后不必记挂 妾自有办法 在陪借身边活着 沐寻走后 阿娘独自坐了许久 微凉的月光 从窗外洒进来 她好像随时 要飞去天宫的仙子 可她最后起身 来到我身边 摇着扇子 驱赶我身边的蚊虫 早上我和阿娘离开时 仆妇们小声嘀咕 可惜了 这样的美人 怕是今日便是她的死期 这孩子会不会也背 不会吧 虎毒尚且不食子 希望如此 这孩子 我养了这大半年 还真有点舍不得 阿娘平静地走过 上一世 她总会因为别人的话而伤心哭泣 可这一世 她好像从未在意过 沐寻远远地看着我们 阿娘没有回头 这天下起了秋雨 缠缠绵绵的 阿娘撑着油纸伞 牵着我走进阿爹的军营 军营里一片肃杀之气 所有军事都冷冷地盯着我和我娘 阿娘目不斜视 坚定向前 围扬起头挺起腰身 进了军帐中 阿爹正在试剑 寒气凛然的宝剑 吹毛断法 削铁如泥 阿爹冷眼瞧着我们 她比上一世的阿爹 更加我害怕 阿娘迎向阿爹和周围的人行礼 切剑过军后 见过诸位书柏 没有人理会她 阿爹让所有人出去 我也被抱出帐外 这次我没有哭闹 我相信阿娘 不一会儿 阿爹的怒声传来 你我是七岁成亲 我们七年夫妻 你怎会不知 我写那封信是故意积木寻 你也听说过她的脾性 只要你是死不从 她定然也不会将你怎样 可为何你会与她苟且 为何你要让我做这天下的笑话 我想告诉她 上一世阿娘 就是这样做的呀 可又怎么样呢 阿爹你还不是不要阿娘 我以为阿娘会解释 可没有听到声音 过了一会儿 阿爹的声音传来 你脱衣裙做什么 怎么 想用这种法子让我饶了你 障碍的叔叔伯伯们 面露尴尬 却听阿娘声音传来 切在牧巡身边十个月 偷偷将西灵的部分城防 用药汁 化在了这件礼衣上 如此才能带回献笔军后 但用水沾湿 便可显现出来 阿爹不相信 依旧要杀了阿娘 叔伯们冲了进去 拦住了阿爹 他们说 先核查一二 若是阿娘有心欺骗 再杀也不迟 我和阿娘活了下来 但当天 阿爹也给了阿娘修书 待确定城防图真尾后 再决定生死 阿娘看着修书 小心翼翼地收好 好像他等的就是这个东西 上一世 他和我说 他嫁给阿爹那日 十里红装嫁衣如火 是东吴和汝南最盛的事 可如今 一切的一切 都变成了这薄薄的一张纸 小姑姑来了 举起马鞭就抽阿娘 你明知我喜欢沐巡 为何你还要做出 这样不知廉耻的事 阿娘一把抓住马鞭 陪月 若不是沐巡也愿意 我可是没办法 一个人做到不知廉耻的 小姑姑被扯得跌倒在地 我一声哭出来 去年西灵都准备来提亲了 都是你都是你 坏了我和沐巡的姻缘 阿娘淡淡道 姻缘如果旁人能坏的了 那就不是姻缘 那只是一场结束罢了 小姑姑指着她 你跟以色是人的下贱胚子 凭什么对我指指点点 以色是人 有何不可 阿娘笑了笑又道 她要我这个下贱胚子都不要你 可见你真的不怎么样 她把小姑姑气得说不出话来 最后摔杖离去 阿娘缓缓坐下 手捂着肚子 眉头微醋 我忙倒了谁给阿娘 从上次她用慕芙蓉熬药 到现在差不多半个月了 可我还是常见她这样捂着肚子 晚上阿娘在帐中 用衣衫隔开一间 让我睡在里面 还为我喝了药 说是解药 但下一刻 她又改口说是预风喊的 然后她在灯油里 加了一点粉末 账中渐渐变得香甜起来 阿娘对着木盆里的水 仔细梳妆 她抹了漂亮的口汁 盘了好看的发 还在壁上 沾了一朵粉色的小花 就像那个雪夜里 她去见慕芯钱一样 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夜里阿爹来了 掐着她的脖子问她 是不是真的有了慕芯的孩子 阿娘说没有 说那封信是慕芯逼迫她写的 是攻心计 她让阿爹抚摸她平坦的小腹 说没有骗她 油灯燃得很烈 香味弥漫着 不一会儿 油灯不知被谁提倒了 周围烧了起来 熊熊的大火燃透了半边天 我一惊 睁开眼时已经是天亮 帐篷没有被火烧过 除了一些残余的香味 并无其他 也无阿爹 阿娘在镜前坐着 口之没了乌发散了 并编的小花也不见了 她的手放在小腹上 嘴角是若有若无的笑 阿爹从玉川退兵了 书白们说 这一仗幸好没真的打起来 否则玉棒相争 愚人得利 阿爹没有回东吴 祖父刚自封为王 国号卫 让阿爹带着十万大军 驻守要塞军州 和牧巡打过仗的书白 也确认阿娘带回来的 城防图是真的 阿娘可以继续活着 因为阿娘说 还有剩下的图没来得及话 都在她脑海里 启程那天 我回头看着玉川的方向 在那里的五个月 是我上一世和这一世 家起来过得最开心的日子 现在要走了 那个讨厌的牧巡 好像也没那么讨厌了 阿娘同阿爹说 把荣基母子接来 他们一家应该团聚 阿爹却问她 为什么要给她下药 有什么打紧 殿下不是也很喜欢吗 营帐都差点被殿下弄塌了 阿娘拖着塞看着阿爹 眼中是盈盈的笑意 阿爹气得 把剑架在阿娘的脖子上 阿娘却不害怕 鲜柔的手指腹着剑身 殿下若是现在杀了妾 可就没人去画 那剩下的城坊土了 最终阿爹收了剑 但也不理阿娘了 阿娘依旧没把苗妆盘发 发上粘着当天采的鲜花 然后去阿爹的帐中 但都被阿爹赶了出来 阿娘也不恼 他每日都打扮得漂漂亮亮 香香软软的 他一见阿爹就笑 就像上一世那样 所有人都以为 阿爹和他还藕断丝连 便也不敢暗害他 他还主动给周围 看顾我们的军事仆妇们 饮两吃酒 甚至还帮着这一些 折磨人的小疾病 那些人得了好处 对我们就没那么严苛了 到了军城后 阿娘竟已经笼络了几个人 在他被骂的时候 那些人也会帮着说两句 孤儿寡母在敌营 不逢敌人怎么活 死 说得轻巧 你死一个我看看 殿下都不计较了 你们操什么心 阿娘在转角安静地听着 然后安静地离开 见到阿爹的时候 他重提将荣基母子接来 阿爹答应了 我不明白 上一世阿娘是极不喜欢荣基的 为什么一定要见到他呢 荣基到来之前 舅舅先到了 舅舅给了阿娘一个瓷瓶 吃完后就像睡觉一样 不会有任何痛苦 阿娘看着瓷瓶 哥哥你又没死过 怎知不会有任何痛苦 说不定这样让人痛不欲生呢 你 舅舅气得胡子都在抖 将是数百年轻欲 被你毁在旦夕 你自裁谢罪吧 别逼我亲自动手 阿娘无趣 哥哥你有一七三妾五六个通房 阿爹也有数不清的机械 祖宗书百们也是如此 而我 同共也就两个男人 论起轻重 也该你们先自裁啊 舅舅不敢相信地看着阿娘 你究竟是谁 你不是我的妹妹 阿娘说 是啊 我不是你的妹妹 以前的江渊早就已经死了 舅舅拔出匕首 就要杀阿娘 好在阿爹到了及时阻止 舅舅被拖下去的时候他大叫 他不是江渊 他不是江渊 阿娘晕了过去 我抱着他大哭 求阿爹快救他 阿爹犹豫了一下 还是让人去城中请了大夫 大夫很快就来了 诊之后说 阿娘已经有了一个月的身孕 阿爹问大夫 确定是一个月吗 大夫肯定地点了点头 老夫不敢欺瞒殿下 殿下若是怀疑老夫的医术 可再请其他人来复诊 阿爹却让大夫 不要将阿娘怀孕的是宣扬出去 我瞧着这个大夫 觉得他有点像在玉川时 给阿娘诊治的衣冠 阿爹走后 我问阿娘 我是要有弟弟妹妹了吗 阿娘说 不会有的 杨说过 只要杨儿你一个就足够了 有个弟弟妹妹也好 我真心地说 因为我不知道 我这一世能活多久 要是我像上一世那样早夭 那弟弟妹妹也可以陪在阿娘身边 不叫阿娘太伤心 晚上阿爹拿了堕胎药过来 阿娘不贺 殿下已不是妾的丈夫 按照东吴律法 殿下是无权处置他人腹中胎儿的 否则是重罪 更何况 这孩子很可能就是殿下的 殿下忘了 那晚是怎么要的妾吗 就算孩子不是殿下的 可殿下说过 你的女人就是沐寻的女人 任他享用 那妾怀了沐寻的孩子 殿下又何必生气 江渊 你这疯子阿爹脸色铁青 阿娘将堕胎药倒在阿爹脚下 陪借 我没有疯 我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你要是再逼我喝这样 城防图可就没了 有了阿娘的城防图 阿爹手下的副将 打下了西林一座城池 捷报传来 军中一片沸腾 陪家和穆家正式开战 曾经他们怀疑 阿娘被穆寻策反 但现在怀疑解除了 我闷闷地在水边扔小石头 我好像有些不开心 又不知为何不开心 突然我被人拎了起来 是阿爹 他将我抱进屋子里 警告我以后不要靠近水 爹昨晚做了一个梦 梦见你掉在水里得了风寒 没有救治回来 我有些诧异 阿爹竟然梦见了上一世 孩儿死在爹爹您的梦里 您伤心吗 我忍不住问他 我死前没有见过阿爹 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态度 阿爹摸了摸我的头 当然伤心 你是爹的女儿 爹从未想过你有事 爹从梦中醒来的时候 枕头都被泪水打湿了 我不相信他 他只喜欢荣基的孩子 那爹爹的梦里有娘亲吗 孩儿死了 他伤心吗 阿爹回道 你娘也很伤心 哭出了血泪 就算后来我们再有了一个孩子 他还是很伤心 原来他们后来又有了一个孩子 那个孩子呢 幸好只是一场梦 阿爹嘀嘀一声 似乎还心有余悸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 看见了阿娘 他站在廊下静静地看着我们 微风吹拂着他的发 他比风还温柔 阿爹走过去 或许是他想到了 梦中伤心的阿娘 难得对阿娘有了一次好脸色 起疯了 回屋吧 阿娘应了一声 好 当晚 荣基和他的儿子裴玄到了 荣基开心地扑到阿爹怀里 诉说着相思之苦 阿娘慢慢向他走去 在荣基疑惑的目光里笑道 荣基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你好久好久 他又俯身摸了摸裴玄的小脸 玄儿 好久不见 裴玄一把推开阿娘 我娘说你是娼妓 很脏的 不要碰我 阿爹冷冷扫了荣基一眼 荣基立刻跪在阿爹面前 渲染玉气 殿下明鉴 且没有说过 是来的路上听说的 她以前就是这样 只要和娘有什么争执 她就先跪在阿爹面前请罪 阿爹总是相信她 阿爹这次看起来也要相信 但裴玄不服气 娘 就是你说的呀 你说她是娼妓 是爹爹不要的女人 你还说姐姐是小娼妓 让孩儿不要和她玩 荣基还想解释 阿爹让她滚下去 然后进了她的族 我以为阿娘会很高兴 上一世荣基从未被阿爹进族过 但阿娘依旧平淡 她说一巴掌和弯心之痛比起来 根本不算什么 说完她安安静静地在灯下 画着西灵的城防图 我问她可不可以不画了 我不想沐寻和阿爹打仗 阿娘说 言而 再忍耐些 很快一切就会结束了 荣基被关进壁的时候 阿娘又在并边赞了话 她在月下抚琴 阿爹在楼上听 夜里她没有回来 照顾我的人说她去了阿爹房中 他们说 殿下不是修了她吗 不懂了吧 这叫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没了夫妻这层关系 反而更刺激呢 都说荣基手段高明 我看她呀 比荣基厉害多了 可我也觉得 她挺可怜的 他们说阿娘明明是高门贵女 是明媚正娶的妻 最后却走到了身败名裂 暗里偷欢的地步 第二天娘回来 虽有些疲惫 但还是做下画图 只是我觉得 她画的像是我们军城 因为我看到了我们住的行宫 她一连去了阿爹房中好几日 几日后 这军城的图也快画完了 荣基解除禁闭后来见阿娘 她站在门口对娘说 你别得意 我既然能让殿下抛弃你一次 就能再抛弃你第二次 阿娘笑看着她 她那种畜生 你喜欢就拿去 荣基变了脸色 犹犹豫豫了一会儿 你竟然骂殿下是畜生 阿娘无辜地说道 我没有啊 明明是你刚才在骂 不信你问你身后的人 荣基回身才发现 有两个仆妇 不知何时站在身后 她刚才的话都被听见了 谣言就这么传了起来 行宫的人都说 荣基不满被阿爹禁足 骂了阿爹 荣基怎么解释都没用 阿爹再次将荣基禁足 我高兴地告诉阿娘 阿娘对我说 然而有时候禁足并不是惩罚 而是一种保护 阿娘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 那个长得像医官的大夫 每隔七日来为他诊脉 第一场雪的时候 大夫又来了 身边跟着的徒弟 和以前也不一样了 我仔细看了看 觉得这个徒弟有点像沐巡 阿娘也有些吃惊 但他什么也没说 医官出去写方子 徒弟留在房间里 我偷偷地摸了回去 这孩子是我的 对不对 阿娘回道 妾每次扶婢子要君后 可是亲眼看见的 妾怎会有君侯您的孩子呢 徒弟不信 婢子要也并不是万无一失 你随我回去 我娶你 阿娘眉眼弯弯 好呀 那请君侯以天下来做聘礼 妾只做皇后 好 你等我 徒弟答应了 带他们走后 阿娘喃喃道 竟然冒这么大的风险来这里 可是沐巡 我真的不是什么好人 第一场雪的时候 阿爹的副将 传来战败的消息 西陵反扑 三万魏国将士葬身雪中 这一败就接连败 叔叔伯伯们 甚至连东吴的城池都丢了一些 祖父大怒 让阿爹务必守好军城 这是魏国的命门 有人觉得是出了内鬼 阿爹的谋事 又怀疑到了阿娘头上 阿娘跪在阿爹面前 自请禁足 阿爹将阿娘关了起来 容姬很是开心 说阿娘就是个蠢货 可阿娘被禁足后 魏国还是不断地败 西陵神出鬼没地 常把魏军打得措手不及 到了2月 牧巡领着30万大军兵临军城 这一天阿娘也小铲了 裴璇奔跑的时候 撞到了他 我气得和裴璇打在一块 我死死地压着他咬他 然后看见阿娘的身下有血 阿娘惨白着脸对我说 言儿 去叫人 阿娘落下了一个死胎 据说是个男婴 铲婆说是因为阿娘 用了太多不该用的药 这个孩子注定是留不住的 阿娘并没有很伤心 就好像他早知如此 阿爹来看他 以后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 原来还是会一样发生啊 阿娘说 你说什么 阿爹想问清楚 可是工程的鼓声已经响起 阿爹只能离开 这一仗打得很紧 阿爹都没时间来行宫 阿娘每日都按时吃药调养 气色也渐渐好转 但我总是忍不住哭 虽然阿娘不说 可我也觉得他好苦 阿娘说不苦 说现在比从前好太多了 他将我抱在怀里 轻柔地拍着我的后背 至少 杨儿还在娘亲身边啊 容姬来了 他嘲讽阿娘 一个百年轻育之家的贵女 竟服用密钥 把自己变成了取悦男子的容器 笑阿娘再怎么承欢木巡 却还是被他送还给了阿爹 说阿爹休了阿娘 就不可能再娶阿娘了 就算现在把阿娘留在身边 也只是当成禁鸾 最后容姬嘖嘖两声 最可怕的是 你不能生了 不管是殿下还是木巡 甚至大街上的乞丐 只要是男人就都是想要儿子的 江渊 你这辈子只能是男人的玩物 还有你的女儿 她长大 她突然不说话了 因为阿娘用剪刀刺向了她的喉咙 不过阿娘没杀她 只刺进了半分 容姬吓得花容失色 她没料到一向柔弱的阿娘 竟敢手持利刃伤人 夫人饶命 妾 妾不敢了 阿娘笑道 我现在不会杀你 否则就不好玩了 容姬捂着脖子跑了 她甚至打包行李 带着裴玄想回东吴去 但她已经走不了了 行宫里多了一些陌生人 将她拦住 阿爹终于回来了 但是被抬着回来了 她被西林的强母射中 流了很多血 谋士提议她放弃军城回东吴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阿爹不愿意 说一旦放弃这里 魏国就失去屏障 她宁愿战死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 阿娘的眼中有一次光亮 或许 现在的阿爹 就是她曾经最爱的少年郎 但也仅此一瞬 她眼中的光就不见了 她亲自为了阿爹服药 阿爹迷迷糊糊地说 她最近做了很多很多梦 要说给阿娘听 阿娘听完后 劝她好好睡一觉 不要想太多 也就是这天夜里 沐寻的大军攻下了军城 占领了行宫 那晚我睡得太沉了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后来是从仆妇们口中 听说那夜的故事 他们说 江渊是个可怜的魔鬼 原来那晚 裴玄掉进水里 阿娘不让就 还让阿爹和容姬 眼睁睁地看着 为什么你连小孩子都不放过 阿爹双目血红地问阿娘 阿娘笑道 你不是记起上一世了吗 上一世 裴玄将芽儿故意推到水里 我一开始也以为 她是玩闹无意 可后来我怀孕六个月时 她竟把我推下台阶 我在神明面前 祈求了一万次 才让炎儿重新来做我的孩子 结果裴玄又杀了她 这一世她依旧害我 这样的恶魔我 怎能放过 说完她给容姬 为了每日发作的千基药 让人将她扔到大街上 她说 曾经也想和容姬好好相处 可容姬却坏事做尽 最可恨的是你 阿娘指着阿爹 最可恨的是你呀 裴玄 我满怀心喜来嫁你 可你负我伤我 让我被世人耻笑容骂 你让我活得万件穿心啊 他们说 阿娘说完这句 便口吐鲜血倒了下去 穆勋立刻将阿娘 抱回房中救治 他们还说 穆勋一开始 就是阿娘的棋子 他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他给穆勋也用了药 让他对他欲罢不能 借他的手杀阿爹 甚至那个不明不白的胎儿 也是他特意为穆勋准备的 他越遮遮掩掩 穆勋就越怀疑 孩子是自己的 所以穆勋在得知 他真的怀孕后 便率军难下了 他真的够狠啊 他是怎么会提前 部署这一切的呢 不会他真的有前世今生吧 大家沉默了 好一会儿后又有人问 他那个让男人 欲罢不能的要叫什么 我有一个朋友想知道 我去看了阿娘 他沉沉地睡着 眉头紧皱有泪水躺下 不知做了怎样的噩梦 娘亲 言而在呢 我握住他的手 为他擦干眼泪 他缓缓睁开眼睛 对我笑 睡醒了 小懒虫 我也开心地笑 早醒了 阿娘摸了摸我的脸 又慢慢睡去 穆勋说阿娘要好好休息 让我去吃饭 他会好好照顾阿娘 我担心他说谎 折返回来 一看他正在给阿娘喂药 好吧 他没撒谎 我也去看了阿爹 他被关在地牢里 你娘怎么样了 他问我 我回到 他和穆叔叔在一起 挺好的 那你喜欢穆叔叔吗 我用力地点头 很喜欢 很喜欢 阿爹沉默了很久 突然对我说 言而 爹对不起你 你会原谅爹吗 我一字一句道 不会 不会原谅你 他震惊地看着我 两久后问我 你是不是也记得 嗯 记得 我们三个都记得 所以才有了这些痛苦和伤心 最后他问我 可以让爹再抱抱你吗 不要 我转身就跑了 上一世的事 这一世才后悔 是来不及的 长且昏暗的走廊里 那些记忆里的画面 压抑又难过 我跑啊跑 直到我站在光亮里 即便天气很冷 却不叫我害怕 没过两天 传来阿爹死亡的消息 我那天去看他后 他就拒绝用药 最后得了伤寒死去 他的尸身 被送回东吴的时候 阿娘站在廊下听风 风吹着廊脚的铜铃响 过往种种皆消失在风里 阿娘的病一直不见好 各种药都吃了也无用 总是咳嗽 医官说 他是从前思虑 太过消耗了元气 但路过的也倒是说 他拿命换了不该换的东西 有今生没来世了 沐寻用了好久 将道士请回府中 几天后 道士离开 阿娘也渐渐好了起来 阿娘跑去问他做了什么 他说 上一世我短命不得善终 这一世托你的福 能活得长久 报答你是应该的 阿娘有些动容 说他当时说的那些话 都是胡说骗他的 说沐寻不应该信的 沐寻说 已经信了 四月 沐寻要继续征战 我和阿娘被送到西陵郡休养 那里没人认识我们 有时候也会听到西陵郡人议论阿娘 但无人骂他 都说他有本事 能把天下最郡的两个狼 框到床上 美人进那也是计谋啊 你们想耍 先摸摸自己脸皮 看够不够美 我不敢想 若是我有他的美貌 我会有多开心快乐 众人哈哈大笑 闲聊完便各自忙各自的路 人生本也就是各走各的路 我和阿娘在西陵郡 无忧无虑地生活了三年 直到沐寻得了天下 我们被接到了天都 到天都后 我见到了小姑姑裴月 她左腿受伤了 走路一瘸一拐 没了从前的交纵跋扈 见到我们后 她跪下恭敬行礼 阿娘说让她不必如此 她轻轻摇了摇头 如今东吴已经残破 只与阿弟一人苦苦支撑 还请夫人 看在曾经的情分上 让陛下放过 从前我冲撞过夫人 夫人若想责罚 我甘愿领任何罪 说完她 又给阿娘磕了一个头 这时一男子声音传来 责备她 你跪在这里做什么 找你半天了 还不过来 我寻声看去 只见一个俊美金贵的锦衣少年 立在门下 小姑姑似乎很怕她 立刻起身向她走去 带两人走后 娘说小姑姑长大了懂事了 只是她怕事 也要被她的姻缘戳磨了 刚刚那人是谁 长得真好看 我问阿娘 阿娘说 她是穆家的混世魔王 也是你的小姑父 春光明媚的一天 我正在爬树摘桃花 我要摘最好看的一只 送给阿娘 穆勋站在桃树下指挥我 待我折下后 她笑着问我 言而 要不要坐镇的嫡公主 我调皮地说 陛下去问我娘亲吧 也麻烦陛下和我娘说一声 我去完了 晚点回来 穆勋说我长大了 懂事了 待一个时辰后我回去 穆勋还在阿娘房间里 她说 你曾经答应过的 阿娘说陛下切不值得 穆勋又说 我们寿命共享 将来某一天我们会同死 阿渊 我们不要再辜负光阴了 阿娘没有再说话了 那我就当你答应了 嗯 我抱着桃花 悄悄退了出来 我坐在花树下抬头看着天 想起三岁半那年 阿娘让我拿着糖饼 去很远的地方吃 我也是这样看着天 明明是同一片天 同一个春日 可此时此刻 风日情和人一好 没了边吃边哭的小阿妍 阿娘 这一世阿妍 正在平安长大 您也一定要幸福啊 阿娘 阿娘